美城尽信会,主日崇拜,现在开始 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新生命,新价值,新生活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教会,也来到神的面前 圣经说,只要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到神的面前 祂一定会赏赐我们的,所以很高兴你来到这里 现在请大家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很难得有机会来到这里 敬拜你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并且敬拜你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一方面我们面对这个疫情 但是因为我们有你的话,有你的安慰,有你的应许 我们很乐意满心充满喜乐的来到你面前 假如我们当中有人是不喜乐的 我们今天求你把喜乐赐给他 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面前,每一次都需要用信心来仰望你 今天我们就求你借助你自己的话,加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假如有人还没有相信你的 求你今天感动他,让他能够开始相信你 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大家起立唱两首歌曲 歌曲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歌曲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换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Yiisus nation bho 为我们的国贩首海 为我们的罪孂ate 祿涅 为我们的罪孀гр 以你手底变成我们的遗址 完全的遗址 感谢耶稣 我的救助 我的平衡 我的遗址 我的耶稣 我的主 你的恩典 伸出我心 感谢耶稣 耶稣 成人担当 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痛苦 耶稣 为我们的无法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你手底心放 我们的平安 因你手底变成我们的遗址 完全的遗址 感谢耶稣 我的救助 我的平衡 我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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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救助 我的遗址 我的遗址 我的耶稣 爱我的主 你的恩典 伸出我心 感谢耶稣 我的救助 我的平安 我的意志 我的耶稣 爱我的主 你的恩典 伸出我心 我的耶稣 爱我的主 你的恩典 伸出我心 伸出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耶稣 伸出我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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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爱我刻骨来尽爱你 你是我的力量 轮排 我灵淡淡相处与你 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刻骨来尽爱你 各位在你面前试一本圣经 我希望你有一本圣经 你没有的话 你请你买一本 或者是下载一本圣经 使你每天可以读这本圣经 有从天上而来的指引 有三位一体的真神的指引 这样子你的生命会过得更充实 更满足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很特别 我们今天欢迎今天的讲员 他是万海生牧师 万牧师在我们美城教会 一共做了五年 然后他退休 万牧师现在在台湾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我们不一定要一个牧师 来到现场 跟我们讲道的 他在台湾也可以 替我们讲道的 所以我们很高兴 能够再请到万牧师 在台湾录音 然后发到这边来 所以我们很高兴 请万海生牧师 来替我们的讲道 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万牧师 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老朋友们 好久没有跟各位分享了 我非常谢谢 孙牧师要请我 用这个讲道录音的方式 来跟各位分享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 是在瘟疫中的信心磨练 在瘟疫中的信心磨练 我们先讲这个题目的引言 自从这一次新冠肺炎爆发以来 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包括经济大幅衰退 人心动荡不安 医疗资源匮乏 人命持续丧失 国际的局势也变得非常的紧张 等等 那么尤其像我们在墨尔本 这个地方几乎疫情都已经失控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有感受 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 几乎是乱世的这个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自处呢 所以我这个题目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 让我们正好可以磨练 我们的信心 那么在这个时间里以来 我想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很多负面的情绪 比如说恐惧跟焦虑 我们老是担心自己 或者担心亲友被感染 如果家里人或者亲友要外出的时候 我们说还尽量不要外出 担心他外出就被传染了 很多人疯狂的买口罩 护目镜消毒酒精 为什么 因为对于未知的这个未来 觉得很恐惧 甚至更严重的人 失眠 或者失眠 原来有失眠的人就变得更加失眠 再过来 在这段时间 很多人感到无聊跟孤独 比如整天闷在家里面 不出门 有时候出门 家里只能只准有一个人出门 是非要买什么必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无聊 伴随着不然是孤独 是很多人的经验 很多待在家里的人 尤其做自我隔离的人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这个纽约时报里面曾经访问过一个美其华人 他就说他住在浙江的一个小镇 人人都很无聊 为什么 就是因为人之间没有来往 没有来往 所以感到无聊与孤独 再过来 愤怒跟耻辱 我们一开始 我想有不少人都很愤怒 因为对某些单位 在隐瞒的疫情 没有报 然后把这个状况扩大 那还有一些国家 他们自己没有作为 这个疫情都知道好久了 可是没有作为就变得很严重了 反而又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这都让我们会觉得不满 愤怒 那么有时候 我们比如我们自己住的地方 本来觉得蛮好的一个地方 那么像摩尔本 就一下变得全澳洲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可能难免也会觉得生气 怎么搞的 是不是这个领导不作为 相关单位的人没有负气责任等等 我们产生一些愤恨 也产生一些无奈 那当然 跟着这个 一起可能就有一些羞耻 有些耻辱 尤其是患上病的 还有家属 很怕遭到别人歧视 尤其我们会成为华人 有些洋人就会误解我们 或者甚至 因为我们是华人 就对我们有一些不礼貌的行为 行动 所以像这些都带给我们 许多许多的这个 这个麻烦 或者我们说是困扰 那么这些情绪其实说实话都属于正常的现象 是我们人们面对不确定以及风险会产生的一种正常反应 不过严重一点的话就会出现一些精神疾病 如果我们举例来说的话 像抑郁症 妄想 急性焦虑症 甚至再紧急一点会自杀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问题 那么我们看看圣经里面 跟我们讲到的一些例子 那么 圣经就会有个先知 叫做哈巴古 那么哈巴古在这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 可是他 他却能够确信上帝会拯救他 因为他甚至还没有看到上帝的拯救之前 他就先喜乐 所以我们看这个哈巴古里面的记者 哈巴古他说我听见上主的声音 因为他是先知 上帝要借着先知说话 所以上帝有这样启示给他 他说我也听到了我身体战惊 嘴唇发战 我在锁力之处战惊 甚至身体都觉得战惊 可是呢 他说我只能够安静 因为他在里面听到的这个 上帝给他的这个启示什么 是告诉他说会有灾难的日子会来 会有外族侵略上来 会洗劫他们的国土 所以我只可以安静 等候灾难之日临到 泛静之民上来 就是那个外包的这个民族 会来侵略我们的地方 那么然后他就预见 看到他就事先看到了 将来会遇到什么事 他遇到的这个情境是很糟的情境 我们看17到18节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养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上主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我们看这边讲到的无花果树 葡萄 橄榄 这是以色列这个地方 最基本的三样最重要的 这个果实 粮食 果实 那么无花果树 他们常用的水果 葡萄 他们要酿饮料用的 那个橄榄 圣殿里面甚至 这个橄榄油 都是常用 他们自己家里也要用 这种橄榄油 可是最重要的这三样 这个果实呢 没有了 然后田里面收成也没有 吃的也没有了 田地不出粮食 那么 圈中绝了养 棚内也没有牛 牛羊 这是他们的动物 肉食 肉食也没有了 都光了 甚至说又饥又渴 要挨饿了 可是即便他看到这些 那么我们如果去看英文本的时候 很清楚的这些未来事描述的 可是他虽然看到了 可是请注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说什么 然而我要因上主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他深深相信他所信的这位神 这位上帝会拯救他 这是他的信心 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信心 他确信上帝会拯救他 他确信这个 他因为确信到个地步 他就先喜乐起来 因救我的神喜乐 那我们看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他会不会恐惧跟焦虑呢 会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在这段瘟疫时间会恐惧跟焦虑 他会不会无聊与孤独呢 因为大家都没活动了 这个被洗劫一空了 对不对 他也会 人与人之间具体也产生了 会不会有愤怒跟耻辱 当然会愤怒 会不会耻辱 被人家洗劫了 当然觉得很耻辱 那些之间都会有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作为一个先知 他说我要因上主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这是旧约时代 这个先知哈巴谷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榜样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面 他遇见这样的情况 可是他因为确信上帝 他对上帝有确定的信心 所以怎么样 他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欢心 他因为上帝的拯救而喜乐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新约时代 新约时代史图保罗 还有一个很好的榜样 史图保罗啊 只因为信靠上帝而绝处丰盛 他别人都不信了 就只信上帝了 这个地方是这样讲的 我们看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 描述了一段遭遇 弟兄们 关于我们在亚西亚 所遭遇的患难 我们不愿意 你们不知道 就是我们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里面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信靠自己 这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亚西亚 这个很大的一块地方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城市 当然我们等一下就知道这个城市指的是 以弗所这个城 在这城市 他遇到一个很大的逼迫 一个很大的患难 那时候压力大大 大到一个地步 他说被压太重 压到一个地步 自己根本胜过不了 甚至自己里面都已经绝望了 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完全绝望了 以为这是死定了 自己里面断定是必死的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转机出现了 叫我们不信靠自己 知道自己没有本事 自己再有本事也没有用 只信靠 请注意这个指字 单单信靠 那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果然上帝给他们开了出路 不信靠自己 单单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上帝单单靠上帝证教他 原来是绝望了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类似的一句话 山穷水尽 到了这个地步 一无路 好像没有去路了 柳暗花明又有一村 这个柳暗花明 这个又有一条出路 这是上帝给他开的那个出路 是因为他不信靠自己 只信靠他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这是使徒保罗 所呈现出来的信心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次经验呢 我们看看这个地图啊 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 他说在亚西亚 那么亚西亚 在保罗那个时代呢 就是现在 我们看右边这一大块地方 这个是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那么过来一个海峡呢 是爱琴海 那么对面呢 就是这个 今天我们叫希腊 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 分北边南边 北边那块叫马西顿省 南边叫亚盖亚省 那保罗啊 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 把我们去读《使徒行传》 在以弗所那个地方 十九章那个地方就记载到保罗传福音当那里 那么遇到了很大的逼迫 遇到了很大的逼迫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他传福音完以后有人信主了 而且有不少人信主 那这些人这个悔改啊 动作非常大 他们把这个以前拜偶像的一些书籍啊 一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物品都拿出来烧掉 那么结果当地拜偶像的拜这个 这个女神啊 的这个一些这个商人啊 他们是做这个神龛啊 用银做的神龛叫银龛 做银龛的这些人 他们觉得他们的利益受损了 如果这么多人继续这样信下去的话 那他就他的生产的东西可能都卖不掉了 所以他就开始 耸动啊 善个遗夫所成的人 耸动他们 来逼迫这个保罗 用一些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啊 来逼迫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啊 那么我们看一看啊 这个 当初啊 这个庙啊 我们看这个庙啊 这个啊 是多大的一个庙啊 这是这个 呃 这个 嗯 戴安娜神庙啊 叫做啊 或者在圣经里面 史特勤在里面啊 啊 叫雅迪米庙啊 我们现在把它叫做戴安娜女神庙 那么啊 阿提米斯 戴安娜 那么 这个啊 庙啊 当年啊 算是古代世界的七大这个奇迹啊 七大奇迹 因为他这个庙太雄伟太大了 啊 这只是一个遗迹而已 啊 现在还在 我问你去希腊 现在还看到这个 啊 不 你现在去这个 礼物所 你现在还看得到这个奇迹啊 那么啊 我们看这一张啊 是根据啊 他的那个啊 结构啊 啊 画出来一个当年这个庙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看看啊 这个庙堂啊 何等的雄伟啊 你看看前面啊 这个啊 楼梯这个地方里面 这个 这上面有这个 两匹马 有马车 你看这个马有多大 再看后面那个 啊 柱子有多出多大 这么雄伟的一个建筑 所以对于当初以福祖来讲 他的影响啊 这个历史很大很大的 啊 一个偶像信仰啊 那么啊 这个啊 啊 戴阿那神的信仰啊 啊 几乎是每个人老老少少的信仰 可是保罗在这边传福音的时候啊 却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一个一个信仰革命啊 几乎啊 所以啊 很多人呢 就整个被这一条洞啊 就就聪动起来 就产生了暴乱 这暴乱呢 啊 我们看这个左边这也是 是要烧掉这个啊 站在他们这边啊 去对付保罗啊 所以他们挨打了 那么 甚至马上就会危机到 保罗跟他同工的生命的安全啊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所经历的 有没有恐惧 当然有 他说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 啊 有没有焦虑 当然有啊 那么有没有愤怒 当然有啊 啊 去那边传福音 被人家这样追着跑 这样子啊 灰溜溜的逃出来啊 啊 有没有觉得孤独 当然有啊 因为觉得啊 自己没有力量啊 啊 那么在这样的情绪里面啊 保罗啊 却感谢上帝 保罗讲的那句话 我们前面读那句话 我们还记得 对不对 叫我们不再信靠自己 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这是使徒保罗的信仰 这是使徒保罗的信仰 所以使徒保罗也罢 还有这个啊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先知哈巴古也罢 他们的信心 跟我们事实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 圣经描述的 我们的这个信心 是跟世俗的信心 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来看啊 信心的对象 是全知全能的真实 今天事实上人一般讲信心 讲自信 有时候我会听到人家批评 怎么一点自信都没有啊 我这个人没有自信啊等等 我们常常讲到自信 我这边不去讨论说 人啊 什么 就不该有一点自信 这不是我的重点在这里 我的重点在说 我们在讲圣经里的信心 基督徒的信心 信心的对象 不是自己 信心的对象 是全知全能的真神 因为信靠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独一真神 所以我们会对自己呢 有把握 那这个的把握呢 是怎么样啊 你说这自信也可以 可是这个基础是建立在 我们全然信靠那一位 全知全能的独一真神身上 所以信心对象绝对不是直接 是自己 自己是不可靠的 所以我们看诗篇29篇第10节 这边讲 红水泛滥之时 上主作者为王 上主作者为王直到永远 即便红水泛滥 偏低都是红水的时候 请不要以为 这事实上 就没人管事 是人事管不了事 还有一位在管的 这位是作者为王的那位上主 作者为王的那位上帝 不管事实上发生了什么 他还是作者为王 这个王是同管一切 就好像我们这一次 我们的这个 威力看起来真严重 我从小到大 这七十年 将近七十一年了 没有碰到过 这么恐怖的 这么大的一次灾难 这次灾难 真的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可能都危害要更大 可是即便是如此 圣经告诉我们 即便是洪水遍地 全世界都淹水了 可是耶和华上帝仍然作者为王 所以我们要对这一位掌控全局的 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真神 如果我们要对这一位有信心 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他这一位 所以既然是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真神 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第一 我们要知道 他赐给我们力量来胜过考验 这灾难来是一场考验 英文叫做trial 那么这个考验 这个或者我们说是这个试探 那么无论是哪一种 当然试探有两种 道德性的试探 就在我们英文叫做tapitation 那么一般的这个生活苦难的试探 我们把它叫做trial 也可以叫做考验试验都可以 那么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 告诉他们 当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 上帝怎么样帮助我们胜过呢 我们看经文怎么说 你们所遭遇的每一个试探 无非是一般人所受得了的 上帝是信实的 他绝不让你们遭遇到 无力抵抗的试探 我们大家想想看 你从小到大遇到的试探 不管是道德性的试探 或者其他的试探 是不是真的都是无力抵抗 其实最后做选择的还是这些 当然那时候你很软弱的时候 这个选择不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绝对不是说 你已经完全失去选择利益 你还是可以选择 那么即使你的非常软弱 很难做选择的时候 请注意后面这一句话 当试探来的时候 他会给你们力量 使你们担当得起 替你们打开一条出路 替你们打开一条出路 所以呢 试探会来临 可是试探来的时候 你实在躲不了的时候 感谢上帝 第一你知道上帝啊 你给我的试探是我承担得了的 第二我知道我还软弱 我很难承担的时候 你会赐给我力量 让我能够担当得起 替我重新打开一条出路 所以基督徒会不会碰到试探 基督徒当然会碰到试探 我们可以祷告上帝说 上帝 求你保守我 让我不要陷入试探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里面 那么实在试探跑不了的时候 上帝啊 你赐我力量 我是一个软弱的自体 上帝啊 你赐我力量 让我能够什么 能够靠着你给我的力量 担当得起 打开一条出路 让我不要羞辱你的命 让我过得胜的生活 所以这是我们信心的对象 这位独一圣圣 第二 我们人在灾难之前 在考验之前 需要敬畏他 千万不要说 我一定能够生活考验 我一定可以怎么样 我们在上帝里面要谦卑 我靠着自己可以这样 靠着自己可以那样 不行的 尤其在道德方面 这个大自然的方面 我告诉各位 人靠着自己 是完全不可靠的 可是人稍微有一点点 在成就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 就会骄傲 就很容易骄傲 就很容易狂妄 你这边看到一个照片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权王 穆罕默特阿里 美国权王 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 就是 I am the greatest 我是最伟大的 我就是最伟大的 他常常讲这话 就当在新闻记者那边这样 他有一次来讲了一句话 说 It's hard to be humble when you are as great as I am 他说 当你像我这样伟大的时候 想要谦卑是很困难的 那么表示 他知道别人知道他不谦卑 别人会认为他广望 可是他是那样什么办法 因为我太伟大了 如果你像我一样伟大 你也会觉得不需要谦卑的 所以人是很容易怎么样 骄傲的 结果后来到他38岁的时候 他被一个比他年轻的人打趴了 那么 所以没有伟大到那个地步了 所以我们看 人啊 阿里只是个例子 其实整个人类都是一样 我们看 这个人文主义兴起以后 这个人本主义啊 就是特别强调 人是第一价值 人不需要有个上帝来约束的 所以在人本主义的发展里面 他们会觉得 他们的标准比上帝的还伟大 他们的标准比上帝的怎么样 还要高明 所以啊 同性婚姻 这也是他搞出来的 完全废除死刑 也是他们搞出来的 这些啊 这个啊 让我想起来 有时候也都很愤怒 台湾最近啊 有个法官呢 判一个 人 居然 这个 判他这个无罪 怎么无罪 因为他吸毒啊 吸得很严重 就他毒瘾发作以后 他去砍杀他自己的亲生母亲 砍了三人七斗 头也砍下来 手脚还砍断 就这个法官在判他的时候 居然说 啊 这个人啊 他在砍他母亲的时候 他是这个 失去控制 因为他精神发重 所以他不能控制自己 所以无罪 请注意这是两个罪 前面是吸毒吸引众 是一个罪 后面是什么 是杀人又是一个罪 这两个罪加在一起 后来就变成无罪 这是一个 这是很奇怪的逻辑 这是现代的法官 他还觉得自己是依法承办 我觉得这些通通都是被 人本主义影响的结果 这一类的例子啊 多不胜举啊 我就不再讲了 就是人啊 对上天啊 对上帝啊 没有一个敬畏的心 所以人在大自然面前 有敬畏的心 不是敬畏大自然 是敬畏创造大自然的那一位 造物主 所以当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需要反省 因为我们被大自然 没有好好的爱护 我们没有去敬畏那位造物主 所以现在灾难发生了 事实上病毒发生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我想我们就不在这边 花时间来讲这个部分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谦卑 我们看真言书16章18节 骄傲在败坏也前 狂心在跌倒之前 我们人类自从工业文明 发展到今天 人类许多许多的骄傲 许多许多的无声论 人类搞出这个进化论 根本就不要上帝 人是自动进化来的 那进化 那从哪里进化来呢 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个名堂出来 就有想出猴子进化来的 所以搞了这半天 你不要上帝造你 对不对 结果你从哪里来 你从个畜生来 从猴子来 所以人是其实是很矛盾 很荒命 那么这一次的威力 造成这么大的灾难 如果我们认为 这是很大的一场败坏的话 那是因为人 在骄傲放在前面 骄傲在败坏一线 如果今天的瘟疫 对我们整个人类 对整个人本主义 是个大跌倒的话 是狂心在跌倒之前 那么我们需要 需要什么 需要谦卑 所以真耶稣 九章第十节 告诉我们 我们要谦卑 我们要敬畏 对上天敬畏 对基督教我们的信 是上帝 我们称为上帝 叫敬畏耶和华上帝 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 你说我们需要智慧 当然需要智慧 现在我们在开发 在研究 怎么样 把这个瘟疫的疫苗 把它开发出来 你没有智慧 这疫苗能开发得出来吗 到现在为止 几个国家都在比赛 都在拼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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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研究 甚至 可能有的国家 日益基业的在做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 跟它做出来 前一段时间有人说 以色列做出来 就我知道应该还没有做出来 它只能做出解药 请注意做出解药 跟开发出疫苗是两码事 开发出疫苗 是跟疫苗一注射进去 从此就不会再得这种病 那么疫苗到现在没有出来 我们需要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 上帝给你智慧 你才能开发出疫苗 所以我们真是盼望 所有的生物科学家 当你在开发这个疫苗的时候 对上帝存有敬畏的心 各位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 大家也要多多 为这些生物科学家们 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有敬畏的心 上帝联名我们 因着我们人类有敬畏的心 赐给我们人类有这样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开发出疫苗出来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当我们这样敬畏他的时候 他才会拯救我们 所以诗篇三诗篇第七节说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 视为安盈 所以如果我们是敬畏上帝的人 在我们的视为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上帝的使者来保护我们 来搭救我们 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各位基督徒们 我们随时心存敬畏 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今天在这个瘟疫 这么严重的墨尔本 我们感谢上帝 上帝带领我们 我们敬畏他 他要在我们的思维 拆盘他的使者来拯救我们 来搭救我们 感谢上帝 第四 信心本质是不凭肉眼所见的 所以我们信心的对象 是这样一位全能真神 这样一位全知全能的独一真神 所以我们这样的信心 我们刚刚讲的是 跟世俗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探讨 就是本质就跟世俗不一样 世上的信心讲究的是什么 要眼见为凭 英文有句话说 Seeing is believing 可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信心 就是不凭眼见 不凭肉眼所见到 主耶稣基督亲自 教导当时他的门徒 是这样的 耶稣基督实力复活以后 向门徒显现 门徒显现 门徒看到他复活了 所以门徒就很兴奋 后来耶稣离开了 那之后多玛回来了 耶稣一个门徒 多玛回来了 其他门徒就告诉他说 祖祝复活了 那么其他人都祝复活了 多玛说 我不相信 多玛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还要用指头探入那个钉痕 还要用手探入他乐玛 因为耶稣不止手上的钉痕 他乐玛被那个冰钉扎过一枪 这两个钉痕我都要探 探完了之后 我才会相信 否则 我总不信 因为他要眼见才信 那到后来 耶稣又出现了 又向他们显现 然后 耶稣向多玛发出挑战 多玛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 我的乐玛 探入 我身上的这个钉痕乐玛 那么多玛 到底探了没有 圣经没有说 可能他探了 可能没有探 多玛说 我的主 我的神 因为他亲眼看到了主耶稣 他降伏下来 然后耶稣对他说 您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了 有福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们 我们没有看到 耶稣基督复活 因为两千年前的事情 我们没赶上 可是 我们虽然没有感觉 我们能够信 我们是有福的人 起码 根据耶稣所讲的这句话 我们比当年的多玛 是有福的 各位弟兄姐妹 因为这样的原则 我们一样可以在 今天的瘟疫这个 疫情这么严重的墨尔本 我们对上帝有信心 我们凭信 知道上帝在看过我们 上帝在带领我们 上帝在保护我们 当疫情过了以后 上帝要给我们一个 赞心的开始 所以信心不止凭肉眼 所见 另外希伯来书 十一章第一节 一个很简短的一节经文 就一句话 也讲得很清楚 信就是守望之时的实体 是未见之时的确局 守望之时的实体 这个实体呢 英文本的圣经说 就是实质 就是substance 就是你所盼望的事情 你如果信的话 那么你这个盼望 就什么 就等于 你的信心呢 就等于你盼望的那件事情 什么意思呢 我盼望 我明年 能够买一栋新房子 我的举例来讲 这个举例对不对 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 我对上帝有这个信心 我的信心就等于那个房子 你凭什么说 你明年有那个房子 因为我的信心在这里 所以我的信心 就等于那个房子 就是信心强到那个地步 就等于已经有那个房子了 未见之时的确局 我还没有看到 可是我有根据 你的根据是什么 我有确切的根据 这个确切的根据是什么 就是我的信心 因为我们看这个信心 多么的强 所以这个 现代译本说 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情 有把握 对不能看见的事情 能肯定 那这个翻译 非常流畅 可是我觉得 它那个强度 没有原来那个和和本强 那么英文是 英王雅各清理本 King James Version 他的强度跟这个河尔本 是一样强的 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 还没有看到 所望之时 还在盼望那之后 并没有见到 未见之时就没见了 可是如果有信的话 就等于已经有了 等于已经在那里了 这是信心的实质 感谢上帝 在瘟疫发生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每个人都能够有 这样子的信心 这样子的信心 是上帝说 喜悦的信心 这样子的信心 是朝廷 打不倒的信心 好 我们看 因着这样子的信心 所以 哈巴谷 根本还没有看到 上帝拯救 可是他就知道 上帝必定会拯救 所以我要因上主观心 要因救我的神息 因为他的信心的本质 是没有看到 就全然相信 保罗也是一样 保罗身处在 性命危险的伤害里面 他那个时候怎么样 不看自己 只看他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在这样子的信心里面 在这样子 一连串的逆信当中 福音就被他 穿扬开来了 这样子的信心 跟我们华人民间信仰的信心 差别很大 华人民间信仰里面 也拜很多的神 可是这个神 必须要跟他合作 这个神呢 如果我们华人老百姓 拜完了以后 结果没有得到想到的东西 就拜拜了 就再见了 这个甚至有的更恶劣的 他们会到那个小庙里面 尤其台湾很多土地公的小庙里面 去把那土地公都拿出来 还有把这个 自己家里的神盖里面 拜的那偶像拿出来 拿出来 都到处都是 或者拿了刀砍了这样子 我亲自看过这个 有的这个视频 非常好笑 那这些神 在他们的眼中根本就不是神 是他们的奴才 要替他们服务的 服务不周 或者服务不好 就要对付他们 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所信的上帝是 他要做主 他要做王 他有绝对的权柄 我们对于这样一位 有绝对权柄的上帝 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信心 信就是所望之时的尺体 是未见之时的确计 我们相信 这样一位真实的上帝 我们在他面前 所凭的不是眼见 乃是凭着完全依靠他 完全仰望他的信心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一段时间里面 在瘟疫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想我们以这样正确的 信心内涵来调整自我 让我们的生活 可以过得更充实 更有意义 所以我思考了一下 也参考了一些资料 我把它整理出来 整理出五点出来 就是我们以基督徒正确的信心内涵 这个信心内涵必须正确 来调整我们自我 我们的生命 第一个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正好比较有时间 阅读圣经 你以前不好好读圣经的 现在你没有试试 好好读圣经的 坐下来 规规矩矩的 好好读圣经 或者也可以读一些 基督徒的文学作品 你去打听一下 有不少这样的文学作品 可以读这个概念 来潜移默化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的价值观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有忧伤 有焦虑 很多方面其实跟我们价值观有关系 如果神人生观 价值观改变的话 以圣经所给我们的真理 以来的价值来做我们的价值观的话 有些事情就迎刃解决了 所以阅读圣经或基督徒文学来潜移默化 第二 正因为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可以改变思维方式 比如说今天你听完这篇道以后 也许也能够帮助你改变一下思维方式 让你拒绝现在负面消息当中 有时候负面消息一来 事情我只是听到新闻 听到消息而已 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已经自己下自己了 所以拒绝现在负面消息当中 第三个 我们可以跟组内弟兄姐妹朋友们 在视讯或者电话交流 化解一下忧闷跟超凡 彼此勉励 彼此打气 第四 正好这个时间空在这里 我们做点正经事 什么叫正经事 增添一个新技巧 比如强化英语 我们在澳洲生活 对不对 把我们的英语这个工具把它磨练好 这非常好的 比如说学习做一道新菜 找一个简单一点的菜 像我们学的星座一样 让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非常有趣 第五 用超前的思维来想象 这次疫情会结束 那总会结束 结束完之后 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打算 先规划好 先想好 等到疫情一结束 马上就开始 接下去下一步就知道怎么做 可以好好的规划 好好的规划 让我们这一段疫情时间 不会觉得怎么样 不会觉得太无聊 不会怎么样 浪费太多时间在那边生气 好 所以调整自我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段时间 最后我们有一点结论 有些信徒在经历逆境之后 变得灰心上志 或从此一绝不振 但是也有的信徒 仰赖上帝的恩典 坚持从上帝那里支取信心 并从逆境中获得益处 重新出发之后 进而迈向下一个信心高原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上帝感谢你 谢谢你 给你仆人有这个机会 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分享你自身的真道 上帝啊 这一次瘟疫 临到我们当中 我知道 是你所允许的 我们也知道 借着这一次的瘟疫 你要让你的儿女 学习更多宝贵的功课 尤其要让我们在信心上 能够更加的进步 经过磨练以后 有很好的成长 让我们这一次 事情过来之后 进入另外一个信心的高原 感谢上帝 谢谢你这样带领我们 众弟兄姐妹 带领我们的教会 感谢赞美你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祷告 阿们 请大家起立 唱最后一首歌曲 我用信心抬起头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 我用信心抬起头 蓝天白云都会再次提醒我 我的天赋关心我 生命是你所造 一切的明了 你岂会不知道 我此刻需要 有没有人陪我 不再重要 你的痛在温暖我 我 Zither Harp 生命是你所造 一切的明朗 你岂会不知道 我此刻需要 写上所有重案 完全交脱 你的恩典够我有 够我有 人生旅途走到 终点的时候 祝我求你帮助 擦干所有眼泪 没有惧怕 你的荣光伤了我 有我听见你说 孩子我知道 你永远深爱我 一生荣耀我 雨后的天空 有美丽彩虹 我用星星抬起头 我们收今天的奉献 请大家继续用网上来奉献 教会的名字 银行号码 账户号码 都写在这上面 奉献的时候 请你著名Chinese 请我们为奉献祷告 也为投影上的事情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还给我们有足够的收入 并且使我们有乐意的心 可以为你的事工来奉献 我们求你自己 使用这些金钱 来发展你自己的天国 使更多人得到福气 我们也为我们这个 维多利亚州祷告 这个疫情是渐渐受到控制了 我们求生你自己 进一步减低受感染的人 还有求你医治每一位 得到感染了得病的人 我们听新闻发现 一些国家宣布 说已经发明疫苗 或者是快将发明疫苗 虽然我们不知道 到底有多可靠 但是我们求生 是发明出来的疫苗 是个可靠的疫苗 可以真实可以使用 可以真实有效的 并且求神你帮助他们 让大家都可以使用 这些疫苗 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 一些国家除了疫情以外 除了失业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灾难 还有水灾啊 还有山火呀 还有政治的问题啊 等等 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们求主你自己 亲自的怜悯他们 拯救他们 让他们都来仰望你 得到你自己的安慰 得到你自己的拯救 我们也为我们教会聘请 中文堂的牧师来祷告 我们已经设立的聘牧委员会 我们的委员会已经登了广告了 还有我们私下也会去寻找一些 可以被聘请的牧者 求神你自己带领这个过程 使我们能够找到 你为我们预备的好牧者 我们也求你 打开每一位牧道者的心 我们牧道班已经开了四次了 我们求你打开每一位的心 让他们明白真理 特别是一些 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 让他们明白真理 让他们接受你的福音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有几件事情报告 首先呢 关于我们现在的网上聚会 或者是弟兄的聚会 姊妹的聚会 小组的聚会等等 我们都用网上来聚会的 由于大家都使用网上聚会呢 请所有的参加者 特别是包括那些 你迟到了 请你在不发言的时候 关掉那个话筒 因为很多人的家里边呢 是有很多杂音 会妨碍聚会的 这个守则请大家注意 我们周日早上9点15分 我们有网上的祷告会 我们是专门为你的需要来祷告的 所以你有什么需要 请你不要怕羞 不要客气 你就上来 让我们会特别为你祷告的 散会之后 欢迎大家使用这个Zoom 与弟兄姊妹交流 现在请大家起立 领受祝福 愿三位一体的真神 加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使我们因为有信心的缘故 可以看到你给我们的盼望 你给我们的拯救 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请我们一同唱三一颂 三一颂之后 请大家默祷 散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